的烤肉 那我們現在等牛肉 這段時間我們來做 起司菇通心粉 questo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這邊先切洋蔥起來 這邊洋蔥我先切碎 我先用奶油炒洋蔥 然後接下來我會加麵粉 我會加牛奶 然後把它煮成白醬 然後往這邊加一點德式香腸 一樣我把它切小一點 切好了 來 我這邊洋蔥先放 姐夫為什麼我們不先放油呢 這是姐夫的怪招 有怪招 那我們剛才在預熱鍋子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溫度在 那它有時候會比較高 我們可以先放洋蔥 一樣有炒香的效果 來 你聞聞看什麼味道 沒有加油也是有炒洋蔥的香味 反正一種嗆辣感先被炒出來 這主要先加洋蔥下去之後 讓它降溫 當然我們也可以先加油 這是一個小小的經驗 其實我在炒的時候 通常我是先加料 我再加油 我們先加油的話 油會被燒熱 我們再加料的時候 下去油會噴濺 這應該要炒到軟 平常我們炒軟 對 好 30分鐘 再來一個30分鐘 好這時候咧 我們加大概加一湯匙的麵粉 那這次主要是也是要讓它做濃度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白醬 麵粉下去讓它炒一下 那麵粉下去炒的時候最主要就是 讓它把麵粉味把它炒掉 我們就稍微要有一點耐心 攪拌 好這時候我們可能要換一個工具 會比較好健康 要容易黏底的部分 對 看來水分這樣會容易黏 好啦我們這個麵粉也大概炒了一下 這次我們要放牛奶 放牛奶有一個重要的 有助於的事項 就是我們要離火 不要讓它持續加熱 我們一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拌 把麵粉攪散 那我們一樣 持續攪拌 要不然它會結塊 我們加冷的牛奶下去之後 我們就要盡快的去攪拌它 讓它麵粉跟牛奶完全的散開 是 那等到它要在溫度越來越高 煮到沸騰的時候 它的濃度就會出來了 然後它會開始出來了 對很明顯 我們看一下濃度 它在越加溫 溫度越高的時候 它濃度會越來越明顯 那姊夫的麵粉沒有放很多 那最主要也會不太希望它變得很濃 我們的起司焗通心粉 它就比較不會這麼乾 那我待會也會加一些起司在裡面 除了我們上面 焗烤的燒冰的內層起司之外 白醬裡面也會再加一些起司在裡面 這一方面會讓起司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吃起來就比較幸福感 哈哈哈哈 比較有幸福感 那我們這邊切的這個是整個香腸 它其實就是熟的 它只要熱的其實就可以吃了 所以說我待會也沒有打算下去炒 來我幫你上來 哇 我今天有個特別來賓 你叫什麼名字 你好 哈囉 哈囉 你叫什麼名字 這位小書生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好我是青青 你是青青 你好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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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講我等一下整段被剪掉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的醬汁越來越濃稠 是 很濃稠喔 你看 你看 它很濃稠的醬汁 有沒有很香 有沒有很香 有味道對不對 有喔 小朋友不會 不會說話 哈哈哈哈 對 是 是 OK 它是我的女朋友 哈哈哈哈 OK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繼續再加牛奶呢 對 我要讓它沸騰 沸騰之後我們再加牛奶 其實有差不多了 它有小沸騰嗎 有有有 出來吧 你要下去吧 好 要在這邊嗎 你可以嗎 你可以在這邊就好啦 對啊 拿他們就好啦 OKOK 好 那我們這毛潭繼續 我們把它煮到 再備的 好我們這邊 我們再一點 調味 調味子 鹽吧 你要試一下嗎 我們這個小廚生 我們這個小廚生 清清 來 試吃時間 這邊 來 好吃嗎 OK 夠鹹嗎 可以了 可以了 要再鹹一點 再吃多一點 哈哈哈哈 嗯 可以嗎 好 可以 既然我們小廚生說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了 哈哈 天道菜是為你做的 哇 真好 嗯 好 我們現在把它 加下去 嘿 對 我們不能浪費 不能浪費 嘿嘿 好那接下來我們大概是 讓它再熱一下 好我們就可以把它 給 離開了 這點就加起司 對 有起司 誰能抵抗的 有起司的優惠 所以拌到 起司的話就算完成了 對 我們盡量讓它 跟那個白醬火風姐在一起 我們看一下 哇 超療癒的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抵擋它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下次來做些什麼 你最喜歡吃什麼 蛤 我們下次來做一些餅乾 好的 真的喔 好 下次你就要來這邊幫我 擀麵皮 好不好 真的喔 來做披薩好了 哎呀 太髒囉 沒關係我又有下一餐可以吃 好那我們先把它移開好了 OK 來 我們這邊好 煮好一鍋熱水 我們先把通心粉 炒這邊我們的主角 馬卡洛利 通心粉 好我們再去煮 好那我們的麵 看起來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拉起來 可以放烤來 把麵片放進去嗎 要煮麵給你來吃啊 你想吃嗎 好我們先給你來吧 好我們先給你來吧 要你妹妹翻 好我們剛剛的那個白醬 好 我們是要稍微讓它拌一下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點奶油在裡面 會變香 喔 鋪上去就可以 對鋪上就可以 好 先給我們的小竹筍 你需要湯匙 好 你可以自己拿嗎 但是我們一點都不能浪費 對 這就是姊夫食堂的精神 姊夫人是來客家裝過生活 好我們這個的話 可以稍微讓它給攪拌一下 好我們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我們再把一層起司入上去 這是最重要的重點 好 好我們把起司入上去 好我們等一下 再進烤箱 把它焗烤 把它表面 烤融化 可以烤上設計 這樣就可以了 太好了 好我們先這樣子囉 好 好吃 好吃對不對 你也知道好吃 那你去做著吃 我看就好吃了 好咯 我們的牛肉好咯 先把它拉出來 哇 這是我們的重頭戲 對 這是我們的重頭戲 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把 我們的通心面 好 放我們的重頭戲 麵進去 好我想大概大概20分鐘 這樣 我們的牛肉 看起來應該是ok啦 你要烤了多久 55分鐘 有 才55分鐘而已嗎 我的雞也烤了一個小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好沒關係 看起來也是ok 那我們現在讓它 rest一下 讓它休息一下 然後這個時間 我們再烤那個 通訓分 OK 通訓分好了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開通 哇這間太豐盛了 OK啦 過不期待 好那我們就先 等一下吧 OK 來 哇 哇 Perfe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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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完了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真的是 正點 正點 好 那我們的 焗烤通心面 完成 我們也完成了 那現在 全部都已經 弄完喔 那我們現在要 來開酒 來來來開酒 開酒 這個聲音就... 迫不及太想啦 嘗一杯 因為這個聲音就是... 我們來試一下 好 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們2019年播就來的新酒 先給我們姐夫看一杯 有沒有 聞到它那種... 非常飽滿新鮮的香味 嗯 哇 哇 真的太棒了 我等不及用我們今天的... 主角的牛排啊 烤雞啊 這些白色搭配的 真的太棒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的Party就開始囉 真的是事不宜遲啦 耶 好 感謝V姐 和Stanley的全力協助 姊夫的在家做飯店自助餐 大成功 我們開始在家做飯店自助餐 然後就開始了 然後就開始了 臨 好 醬 它 6 很 太運 來了